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仙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 鼓勵所有聯合國成員 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 聲明高度評價台灣 形容台灣模式支持資訊透明 尊重人權和法治 與聯合國價值相符 最好笑的是 聲明特別強調 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 不是政治議題,而是務實議題 簡直此地蒙銀三百兩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美國所謂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 百分之一千是政治議題 無非是好像內地官媒所說的那樣 想用標榜民主 以及所謂價值觀外交的方式 分割中國主權 在中國核心關切上統一到 試圖以此製造戰略主動 讓中國同 目的從來都不是幫助台灣 而是針對大陸 民進黨當局 感謝美方堅定支持 很明顯是表錯情 至於務實樂和 就更加是得淡笑 事關聯合國憲章規定 聯合國接受新成員國 必須先經國安理會推薦 再由聯合國大會表決 想都想到 就算美國真是推薦台灣加入 最多都是得英國 法國附和 段估俄羅斯不會陪他們 中國更一定會反對 推一萬步說 就算大會表決 以2004年 所羅門群島等國提出 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提案為例 最終以133票對25票 被壓倒性否決 就知台灣入聯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最近美國和台灣島內有人炒作 50年前通過的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聲稱決議不單止未提及台灣 更沒有提及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 或中國對台灣擁有任何主權 只解決了中國代表權問題 沒有解決台灣代表權問題 指責中國濫用決議 將台灣排除在聯合國活動之外 事實是決議寫明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也即是從國際法層面上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繼承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權 中華民國在1945年代表中國收回台灣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擁有對台灣的主權 同樣重要的是聯合國秘書處法律事務部門認為 根據聯大2758號決議 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 並無獨立地位 台灣當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 聯合國秘書處文件 亦明確指出對台灣地區的稱為 必須使用台灣、中國的省 可見台灣入聯不單止不務實 簡直是不合法 先敵我幾時都認為 台灣人最笨的地方就是寫近就遠 寫易取難 想務實爭取國際活動空間 與其靠美國佬幫忙爭取 不如跟大陸搞好關係 美國佬對台灣除了賣過期武器caps 多數都是口味實不治 聽完當笑話就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馬英九執政時期 台灣可以掛中華台北招牌 用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其實地球人都知道 這個是大陸放水的結果 事關南營的一宗角表 大陸雖然不滿意 仍然可以接受 後來空心賽上台 徹底放棄九二共識 這支定海神針 就算不明搞台獨 都暗搞中華民國 只有72年歷史的獨台 兩岸互不隸屬的變種兩國輪 甚至進一步 緊抱三母大叔大腿 大家有眼見 美國佬年年都說支持台灣 重返WHA 結果年年都跳票 今次布林肯 會不會又是吹水不抹嘴 大家不妨放牆雙眼看看 有台灣的退休外事官員讚文 分享經驗之談 他每年都會邀請歐盟、比利時 以及盧森寶協助台灣參與WHA 對方都會坦誠相告 只要你們和北京達成協議 無論你們用什麼身份 用什麼名義和方式 我們都樂觀其成 聽到沒有 是要北京順頭 不是華盛頓 所以說台灣人蠢 就是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曉 不過民眾蠢 空心菜 不知道多正 明知在兩岸關係上 不想玩火 必然招致對岸反制 而一班不分青紅造白的選民 又從來不會細心想想 熟令自知 到底是誰先了者戰 結果就是辣台妹 無論施政多麼失敗 只要打反中牌 賣芒果乾 就可以長選長勝 政治上賺到盆滿撥滿 難怪有人形容 挑釁北京是高風險 高回報的政治操作 難回報就是空心菜自己收割 戰爭風險就由民眾承擔 金毛本身你的買賣 去哪裏找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like 搞錯還是失聲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